大家好,我是蔡律师,我们在新闻名利区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题目是 I-485被拒后重新申请获得批准的绿卡案例 这个案例相对来说特殊一点,背景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和大家分享来讲一下 对于有的申请人,如果I-485没有顺利批准 遇到了RFE、NOID甚至被拒 比较担心,那么可以从中得到借鉴 看就是说不见得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一位申请人,他是访问学者、专业人士 拿J签证来到了美国 然后他的I-140得到了批准 他自己在几年前提交了I-485申请 当时退党不到五年,曾经是党员 那么在等待他的I-485期间,等了相当一段时间 他原来的J签证身份过期了 以前当时虽然J签证也过期了,但是有485判定 所以也可以合法呆在美国 那么接下来,在最初的485被拒以后 申请人联系到了我们,通过我们重新准备和提交了他的485申请 包括重新提交了关于过去党员身份的一个具体的解释 Statement,比较详细 那么这个是2017年提交 此后在申请提交以后一段时间 在2018年的5月,我作为律师陪同这位申请人 参加了在美国移民局办公室的这个I-485的绿卡面谈 这个我们后来有过一个单独的视频来解释 这个视频叫《2018年5月最新绿卡面试亲身经历》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都有 这个视频有很多点击观看 仅仅在YouTube频道就有超过2万次 是我们YouTube频道点击最多的一个视频 另外我们也有关于党员身份和绿卡申请的视频 也有超过1万次的观看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工作善始善终 有始有终 申请人在经过了这个面谈以后 绿卡顺利获得了批准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视频讲的是 2018年11月绿卡面试 那一位申请人在更早也已经取得了 面试以后的I-485绿卡批准 在这个面试以后 接下来后来移民局又要求了一些过去的身份证明文件 虽然已经交过了 但这也是正常的 尤其是在申请人相对经历比较复杂 前后换过几个工作 签证身份住址的情况下 接下来在2019年 也就是最近这个申请终于得到了批准 夫妻两人都拿到了I-485的批准书 这个案例相对比较复杂 在于申请人在最初的他的I-485 就是被拒的那个提交了以后 以及在最初I-485被拒以后 后来又交了新的I-485以后 先后换了几次工作 包括有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工作 还包括期间有一段时间在家自己工作 还有远程的未处于其他州的公司来工作 而不仅仅限于科研类别的工作 还曾经跨州搬家换地址 另外像前面提到身份还有过Gaib 算是背景情况比较复杂的 在我们和申请人的配合下 终于顺利的取得了批准 此外我们还有若干类似的案例 申请人自己提交了I-485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 包括过去的党员身份 婚姻关系证明等等被拒 然后通过我们提交了上诉 或者叫Motion to Reopen 然后或者重新提交了I-485申请 都顺利取得了批准 我们目前还有一些类似这样的申请 目前已经交到移民局 还在判定 当然我们相信也能够顺利得到批准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I-485被拒以后 重新申请获得批准的绿卡案例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Yuk 根据 Y-48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